會在那邊酸言酸語的 我告訴你們 全部都是雜碎 你們都是人生失敗族 反正你們就會說 就是一隻幸運的金蟲 對啊 你怎麼不去死 死了趕快投胎 是不是會變得更幸運 是不是 你也學學投胎嘛 你就公XX 你不罵我 我不會罵你的啦 你如果罵我的話 你不尊重我 我尊重你幹什麼 從頭到尾都沒有練頭 我比較喜歡阿魚 我知道 我喜歡茶溫高的 你錯了 我喜歡茶溫高 我每次看到我都嚇到 人家都喜歡那個Yuki對不對 我沒有 人家都喜歡20歲 22歲 我沒有 我喜歡 熟你 對我喜歡熟你 因為我覺得就是 比較就是 心靈上比較能夠 叫做什麼 就大家都經過很多事情 也比較沒有代溝啦 對沒有代溝 我喜歡跟我年紀差不多的 甚至年紀就是比我長了 我不喜歡年輕的女生 所以你說練童派 其實我不太懂什麼意思 因為認識我的都知道 正常的男生都是點 Yuki的這台 我不是 我是點那個 看起來比較成熟的 有韻味的 風韻有蠢 我喜歡這種 對 開聚運的粉絲見面會 好啊 什麼時候 什麼時候 大家約個時間地點嘛 我會很想看看你們啦 不要都在網路上打嘴砲啦 那樣子不會讓你更進步啦 要嘛想辦法好好賺錢啦 對不對 你出來講這些 你現在看我要發文 一堆假帳號 你不覺得很好笑嗎 什麼你不能代表台灣人 不要侮辱台灣人 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跟你講啦 你一看就知道是假帳號啦 一看就知道是臭水辣啦 百分之九十的假帳號 百分之五 介於真實跟模擬之間還有百分之五受影響的一起酸 我就喜歡你們看不掉我 看不慣我 我我再講一次 你們都是臭水辣 對我來講你們一點都不重要 我走到今天金石金地 所以也不是靠你們 你沒有贊助過我一塊錢 我沒有欺負過你 我也沒有看不起你過 我也沒有 對不起你過 反而是你用這種攻擊性的 侮辱性的字眼來對我 啊你可以罵我 我不能罵你嗎 告訴你你們都是紮碎啦 全部都是紮碎 然後你還要給他們抽獎 我告訴你們 人自意見 我告訴你們 我成功失敗都不靠你們 會在那邊酸言酸語的 我告訴你們全部都是紮碎 你們都是人生失敗族 真的 講我壞話 我跟你們是沒有任何關係的 我沒有對不起你們任何一絲一毫 所以你不用講那些有的沒的 超派巨英 巨英很好啊 大家都想做我這個巨英啊 對不對 有藍寶經理 對我忘記告訴你了 我上個月剛買一台 寶石捷褲貝 很快要交車了 然後我昨天差一點買了一台法拉利羅馬 是不是 法拉利耶 你是開得起是不是啊 講啥 你們爺是給你救錢啊 白癡喔 超派巨英 靠我老爸我老媽 我問你 你小時候奶粉是不是喝你媽的奶 你小時候讀小學的時候 你的錢是不是家裡出的 你到幾歲還要花家裡的錢 你沒有靠你爸媽 你沒有靠你媽你活得到現在嗎 雜歲 公事 我把所有的東西都告訴你們 包含我小時候 不是很愛讀書 阿怎樣 不行喔 我花你的錢是不是啊 靠爸靠媽很好啊 靠爸靠媽很好啊 你沒有靠你爸 靠你媽 靠你爸爸把那個設進去 不是設在衛生紙 不是設在牆壁上 你會長那麼大 你媽沒給你喝奶 你媽沒幫你繳學費 沒給你買牛奶 你XX你可以活到現在 哪一個人不是靠爸靠媽 你現在住的房子搞不好還是你爸買的咧 你現在貸款買的那台車 那台摩托車 還是你爸媽在幫你繳咧 公事XX 靠你是不是 靠你就餓死了 靠你 你批評我什麼 不用批評 你想要什麼見面會 來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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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實在比較多人還是你實在比較多人 講話要公道要憑良心 對 就是你 會只會酸言酸語的 都是雜碎 為什麼 我欺負你了嗎 我對不起你什麼 啊 我家有錢沒錢 乾你屁事是不是啊 我花我的錢 我有跟你借嗎 超哥我想因為有很多是後面進來的觀眾 那我們把這些事情我們做一個簡單的結論 也跟大家再說明一下 第一個 超哥跟懶人旅遊Alan之間的糾紛 我想今天都說明得非常的清楚 那純粹就是一個代言合作的取消 對啊反正你們就會說 啊就是一隻幸運的驚蟲啊 對啊啊你怎麼不去死 死了趕快投胎 是不是會變得更幸運 是不是你也學學投胎嘛 你不罵我我不會罵你的啦 啊你如果罵我的話 你不尊重我我尊重你幹什麼 對不對 不用講我什麼富二代啦 我家沒有到很有錢 也沒有到很窮 從小家庭就是這樣啦 啊走到今天了 小小 有一點點成就 我也沒有看不起任何人 也沒有去欺負任何人 啊你要 我什麼 讓你失望了 你對我來講你是 你是什麼人啊 我為什麼要為你負責 我人生是最大的 活著最大的意義就是取悅你 是不是 戀童派 什麼意思 我沒有戀童啊 從頭到尾都沒有戀童 我比較喜歡阿姨 我知道 我喜歡查溫高的 不錯 我喜歡查溫高 每次看到我都嚇到 我說真的啦 嗯 跟大家分享 人家都喜歡那個 幼氣耶對不對 我沒有 人家都喜歡二十歲 二十二歲 我沒有我喜歡 熟你 對我喜歡熟你 因為我覺得就是 比較就是 心靈上比較能夠 叫做什麼 大家都經過很多事情 也比較沒有代溝啦 沒有沒有代溝 我喜歡跟我年紀差不多的 甚至年紀就是比我長的 我不喜歡年輕的女生 所以你說戀童派 其實我不太懂什麼意思 因為認識我的都知道 正常的男生都是點 幼氣的座帝 我不是 我是點那個 看起來比較成熟的 有韻味的 風韻有蠢 我喜歡這種 對 我老婆知道嗎 我老婆當然知道阿 我去越南 她還來找我 怎麼會不知道 我是成年人阿 我不是像你一樣 媽子狗 你不是教祖的 超家族 你咱說超家族 什麼意思 好好學一學啦 不要回去都當馬子狗 智障是不是啊 我娶過幾個老婆 我交過幾個女朋友 我的錢我自己賺的啦 我都這樣跟我老婆講 我說對我好 我就對你好 我有錢可以花就好了嘛 是不是 阿超信義區 蹦滴 真的嗎 在哪間 好啦 好可憐的中二 如果你像我一樣 超哥可以送我一台大牛嗎 拜託啦 送你一台大牛 你是我 你是我的 黑包包之開胃 阿姨坐地忍犀 你這個 這樣子 她跟你是同號 每個人的喜好都不一樣 那我只是澄清 因為她說什麼 戀童派 我就 我不喜歡年輕的 老友 早點休息 辛苦啦 謝謝老友 我們做人就是這樣嘛 把自己 我覺得 不可能 每樣事情都是 百分之百完美啦 但盡我們所能 把生活過好 也謝謝所有喜歡我們的人 阿如果不喜歡我的話 不要告訴我 因為我也不會改 我會不會改善 我會不會改善 你會不會改善 好嗎 我會改善